记者黄淑丽云林报道 古坑乡社区整体照顾服务社区巡回交通接送服务 今天启动云林县副县长丁燕哲及县议员李建生 类民院古坑乡长黄亦林等人都预会参加 为福布补助一部交通车 未来将巡回各社区接送长辈到各长照服务据点 今天启动仪式由古坑小太阳老人 日间照顾中心15位长辈表演 内山姑娘要出嫁打击月热闹开场 他们以奶粉罐锅盖竹筒当乐器 云林县长期照护协会执行长陈灵营表示 15位长辈七成以上失智 中心安排各项游戏课程 休闲减缓他们恶化 也让子女们可以安静工作 丁燕哲向真信启动社区巡回交通车 他指出古坑小福源广阔 长者外出不易 由盛山区长辈 没交通工具根本出不了门 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 补助交通车提供社区长辈预约搭乘使用 可享受各项长照服务 云林县长期照护协会说 古坑乡社区巡回交通接送服务规划路线 有新装线和包线以及用光线三条 有需要长辈可以提早预约 交通车可接送到长照服务据点 古坑乡社区巡回交通车专线 零五至五百八十二万零一百九十 零五至五百八十二万零一百九十二